今天的EG国股推介是中国海外688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早选选 原因是中央着力稳定内地经济增长 人行表态货币政策工具箱可以开得再大一点 货币宽松信号强烈 港股首稳23,600点水平 反弹落美元 上网中期下降轨阻力25,500点水平 中央后续预料会有更多宽松政策 策略上发挥稳经济下的投资部署 当中内房政策预料会逐步放松 内房股选中国海外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中国海外去年盈利录得407亿人民币 按年跌了7.3% 最专内房政策趋向放松 公司未来盈利有望回复稳定增长 彭博预料中海外2022和2023年的盈利 分别是435亿和448亿人民币 增长6.8%和3.1% 在中海外日前升穿1月初上升所形成的旗盈 昨天调整了1.35% 策略上没有持货者可以等候22元 楼下小柱收集 目标是27元跌穿20.5元 在中海外面面前往中 多少钱 小柱收集